疫苗的價錢 哪是什麼偉大的這個國家機密 保密30年 陳述說不是保密啊是保存啊 那既然是保存不是保密 就公開就是了 那怎麼都塗黑幹什麼 他們就說 戰後我們就國際上 不能優先買到藥品了 亂講 那你現在告訴我 到現在為止有哪些藥品 你在國際上是優先購買到的 讓我們乒乓起來 讓我們知道一下 你到底要掩藏什麼 到底要怕人家知道什麼 怕人家要你負政治責任 一方面也是刑事責任 藉著這個防疫 又再要參加選舉 腳踏兩條船 這算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大家就在說 這個為什麼陳時中 始終不敢公開疫苗的價格 那網友也發現說 其實早在這個聯合國的 兒童基金會的官網上 他都把世界各國 採購疫苗的這個價格 很明確的標示在上面 那難道就是像陳北者 也批評陳時中說 連私人買賣房子 都要實價登陸 政府拿了400億的公帑 卻都當成秘密 這樣子合理嗎 你看現在 他那個指揮中心 還不解散對不對 每天其實沒有人 在管他們講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還有1000多億 還沒用完 所以你有這個指揮中心 就好用錢了 一旦解散掉以後 就很困難了 所以他們 我常常覺得 不應該藉著國家的疫情 你看現在幾乎有的時候 常常變成選舉的舞台一樣 可以這樣子嗎 疫苗的價錢 買多少錢 買多少錢買來的 這哪是什麼 偉大的這個國家機密 什麼是絕對機密 一來就是什麼保密30年 陳時中說不是保密 是保存 那既然是保存 不是保密 就公開就是了 那怎麼都塗黑幹什麼呢 那陳時中又說 這樣以後我們就國際上 不能優先買到藥品了 亂講 那你現在告訴我 到現在為止有哪些藥品 你在國際上是優先購買到的 讓我們乒乓起來 讓我們知道一下 哪些藥品好好喔 全世界優先給台灣 你舉一兩個給我聽聽看 一個都沒有 什麼優先不優先 你疫苗也沒有優先 有優先的話 何必讓這個磁劑啊 台積電啊 紅海去捐 不需要嘛 就是那時候青黃不接沒有嘛 所以才叫他們 才叫他們每家捐了500萬機 一共捐了1500萬機 截然沒自己嘛 你優先在什麼地方 人家價錢都可以公布 對不對 人家開股東會 用重大訊息都要公布 你不能公布 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你不是應該被問責 你不是應該負責任嗎 你不是應該有義務告訴國人 納稅錢是怎麼用的嗎 這亂講一通 然後還講得振振有詞 我覺得陳子忠 如果人家給你取個綽號 叫陳30 30年嘛 你還怎麼選下去呢 對不對 而且我們都懷疑 你在護航誰呢 你那個什麼王必勝 公布了一個平均價格700多塊 那算什麼東西呢 我們不是要你平均價格 我要知道你最高最低的價格 比如說AZ一進就三四塊美金 三四塊美金大概只有 只有100塊台幣吧 對不對 那你怎麼平均700多塊 是什麼把它拉高的呢 講講看給我們聽嘛 那我們就懷疑嘛 你就在護航高端嘛 高端買500萬計耶 多少錢買的 而且用了多少 效果怎樣 通通不知道 通通不告訴我們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高端光市值就漲了幾百億 國家又用工坦 花了幾十億去買它 然後呢 效果怎樣呢 你這個 我們覺得這實在太荒唐了嘛 對不對 還選舉 一方面 藉著這個防疫 一方面又在這個寫書 要參加選舉 腳踏兩條船 這算什麼東西呢 董事長 那它工程三十年 有人說這個城市中 是想逃避這個形勢追溯起油 那是不是未來政府A錢 都可以這樣子比照辦理 故地重新 對呀 大家都可以學啊 有任何採購案中間有問題 就保密封存三十年就好了 三十年以後搞不好都不活 活不活都不一定了 對不對 你想現在六十歲 三十年就九十歲了 那我們平均壽命 才多少 才七十八歲啊 男的平均壽命才 大概才七十多歲 女的我八十幾歲了 所以 這不通嘛 幹嘛要保密那麼久 幹嘛要保存那麼久 對不對 你到底要掩藏什麼 你到底要怕人家知道什麼東西 一方面當然是怕人家要你負政治責任 一方面也是刑事責任 誰傻的 高端怎麼辦得出去 沒有 FTA賣不出去 講一個謊話 再講十個謊話去卡文 後來要講一百個謊話 再去卡文那十個謊話 所以謊話淹沒了 公開透明就好了嘛 不用講也知道 後面你有見不得人的事 他為什麼要保存三十年 因為憲法最負期是三十年 他玩什麼把戲我怎麼不知道 之前你針對層次中 疫苗不高價格採購疫苗的這個價格不公開 你質疑他說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 那現在他說他是類似高端代理 他都要 價格不公開是因為他要把高端賣到國際上 你不公開 你不公開 他被灑了 他高端怎麼賣得出去 那個沒有 那個沒有FTA賣不出去 所以他是 國際上是不會接受高端 不可能啦 你要拿到FTA才能辦法賣 所以他瞎整 你的意思是說他瞎整 這個理由 那個理由不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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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怎麼看說 太太好像一直被陳時中攻擊 會不會是因為過去他有批評陳時中的防疫和疫苗部分 那想請教市長怎麼看說 因為這個陳時中始終不敢公佈這個疫苗的價格 會不會因為就是背後有蔡總總的關係 所以他才不敢講清楚 那高端的部分 疫苗價格也不說清楚 難道是在用這個納稅人的錢 然後來護航藥廠嗎 第一點喔 那個 不要再去扯陳佩琪 我覺得那個都是 那個選舉噴口水的語言 我就不再去回應 那個 其實我也知道民進黨的策略 就是一直希望把我打成第四組候選人 那陳佩琪當第五個候選人 然後 我太熟悉民進黨的選戰策略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去隨著他欺負 關於那個疫苗價格不公開這件事情 我想是這樣 全國人民都在看 你要有能力說服台灣人民 你的理由能不能說服台灣人民 這才是重點 人家郭董的 郭台銘的 他可以公布價格契約 什麼時候到貨 一切一清二楚 然後陳時中的都不行 他後來講那個理由更好笑 人家問他說你國外的不行 那你高端要不要公布 高端也不行 他說他高端想要賣到全世界 拜託他以為我們 他高端想要賣給哪一個國家 你連FDA的那個批評都沒有 臨床三期都沒有做完 你要賣給誰 所以常常是這樣 講一個謊話 再講十個謊話去咖啡那一個謊話 後來講一百個謊話再去咖啡那十個謊話 最後就被謊話淹沒了 公開透明就好了 這個疫苗價格有什麼不能公開的 不用講也知道 後面你有見不得人的事 就這麼簡單 他就看他 看他 所以他為什麼要保存三十年 因為刑法追訴歧視三十年 就這麼簡單 他玩什麼把戲我怎麼不知道 市長想先請問一下 因為你在臉書上面有提到這一次外醫間的問題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 小政人他們是說他這一個嫌犯 他是休假休完了 卻沒有去不算是脫逃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問題是你剛剛去了國民黨的黨團報告 但是國民黨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明錦如他也烈心 你覺得這樣子是合乎 合乎這樣子我們一般的常理嗎 這樣子是不是也是有黨政不分的嫌疑 會不會覺得他是去盯場的 第一點喔 那個什麼 預價未歸跟脫逃不一樣 反正我們這就都話術啦 就像以前講那個 停電不是缺電啦 沒錢用不是缺錢啦 反正 反正說 我倒覺得那個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啦 還是 誠實的面對問題嘛 有錯就趕快改就好了 那剛才那個 就這樣啦 客水主便啦 因為今天去應該是 國民黨黨團邀請我們去嘛 所以 他是主人嘛 我們就客人 那如果他有什麼不禮貌的行為 我們就 反正就 就 就 也還好啦 忍耐一下就過去了